这个过去两年台股当冲盛行 这不少人抢当所谓少年股神 每天在股市动辄冲销金额上百万上千万 甚至上亿的也不乏其人 不过两年下来 当冲客看起来表面风光 但是真正赚到钱的又有几人呢 以去年台股集中交易市场总成交量95兆来看 当冲占比41% 达到了39兆 全年当冲总共 看似赚进了690亿 但是扣掉证交税跟手续费 全年竟然是亏损了453亿 当冲客每年冲来冲去冲冲乐 看到这个数字之后 真正能赚到钱的 我觉得大概只有少数人吧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数字会说话 数字也骗不了人 对账单会说话 对账单也骗不了人 股民每个月都会收到证券商寄来的对账单 上面清清楚楚的就印出来说 你这个月缴了多少证券交易所的税 还有缴了多少手续费 但是股市里要真正能赚钱 是买卖价差相抵之后 还要扣除这两项交易成本之后才叫净利 如果不够扣 那只是替政府跟证券商打白宫而已 去年集中交易市场成交量爆出天量 全年达到95兆 贵买达到20兆 股民捧场台股大把银蛋入市之下 政府爽收证交税 全年财政部收到了2753亿 这个数字创下历史新高 比前一年大增了82.7% 除了政府大热 券商也到暴赚 去年前十一个月 22家主要的券商净赚了快800亿 但是元大镇就大赚了220亿 凯基镇也上百亿入带了 每家券商获利都大要尽 政府跟券商那赚谁钱呢 大概答案大家都知道 上市贵之所以成交量这么大 当冲是主要因素 当冲证交税在2017年4月28号开始减半征收 从千分之三降到千分之1.5之后 股市的成交量就逐年放大 当冲占比也持续上升 直到去年当冲占比达到全年成交总量41% 换句话说 买卖不用本钱 这看似不错 但是买空卖空就能空手入白狼 当真有这么简单吗 去年加权指数全年大涨了3486点 涨幅达到了23% 上跪指数更是大涨了29% 但是精算下来当冲客整体却是大亏了453亿 真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虽然说表面上当冲客全年是赚了690亿 但是这些全年买入的39兆 跟全年卖出的39兆金额里面 就是当冲了 其中卖出的部分是需要缴千分之1.5的证交税 而且买卖都要付给证券商手续费 如果说我们按照表定手续费打对折来计算 证券交易税加上手续费的成本就高达1142亿了 那不就摆明了是赔钱吗 如果把计算的时间拉长到过去两年 那亏损的金额更高了 2020年亏了177亿 2021年亏了453亿 延续两年都是一个亏制 只是亏多亏少的差别而已 如果要我预估今年 我看大概还是一个亏制 大家不要说我看衰当冲客 说真的当冲要赚不难 但是难的是长期一直赚 必定固定成本不少 股市又不是天天过年的 一旦一档股票看错 就很容易把几天甚至几周累积下来赚的钱给吐回去 但是让我纳闷的是 当冲不见得好赚 但是为什么当冲的股民还一路增加 直到去年底为止 当冲开户数量已经累积达到了359万多户 比2019年底的200万户多了160万户 平均每天当冲交易户数前年是接近11万户 去年7月股市交易最热热的时候 还曾经一度达到了21万户 所以话又说回来了 开了当冲户不代表真的会去冲 被而不用可能是多数人的心态 至于说真正每天冲来冲去的人 据我所知 业内人士占了一大部分 反正每天工作就是接单下单 顺便来冲一冲赚个花肉 可能也是这个行业的生态吧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哦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k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哦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一点 LikeToday的理财分类准时上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naturale 杨栋梁